地球的唯一语言就是行动 阳明心意学就四个字 执行和一 知道做到 全世界最远的距离 从知道到做到 不去行动等于零 去行动马上拿到结果 听懂了吗 15年前 我跟一个同学一起去上一个课程 他是一个北京的一个厨师 一个月三四千块钱 在课程现场最后一天 所有的老师都让我冲上台喊梦想 而这个时候这个人喊了一个梦想 我要在五年以后成为老板 把这个梦想写成了这条 咬破手指按伤手印 放到了自己的钱包里 四年时间过去了 他还在做厨师 还在给别人打工 换钱包的时候 突然看到了当年曾经做过的公众承诺 他给自己做了个决定 我一定要开始创业 从那一刻起他创业了 他今天拥有上亿身家 如果当年他没有给自己做个决定 他是普通人 我再说一遍 所有的事情在没有做决定之前都很难 而所有的事情在做了决定以后都很简单 给自己人生狠狠地做个决定吧 马云先生说了一句话 真的是一个大抉择才能说出来的 他说人老了以后啊 往往不会因为自己年轻的时候 做过什么而后悔 往往是因为年轻的时候 没做过什么而后悔 所以在做了各位决定决定命运 新的决定决定新的命运 当你敢给自己人生狠狠地做一个决定的时候 你的人生命运已经不同 我想告诉我们在做了各位 给自己做一个决定 写个决定 20多少多少年 我给自己做个决定 我要在多少年之前 完成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写上自己的名字 签上名 自己狠狠做个决定 敢不敢 给自己狠狠地做个决定啊 我不跟你开玩笑 九年前 一个在富士康上班的人 就一定听了我这节课 他给自己做了个决定 老子一定要创业 他用了三年时间 从工厂里面走出来 创业 今天也是个小千万富豪 人与人比 比的就是你敢不敢横下决心 你对自己横一点 生活就会对你好一点 听懂了吗 周德克 当你一旦做那个决定以后 你会发现 你的力量就全回来了 这个世界我来过 我奋斗过 我努力过 我不后悔 我不在乎结局 世界是个过程 不是个结果 你不去试怎么知道呢 万一成功了呢 去体验一下呀